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蓝轩时间 那在今天的话呢 比较特别的是 这个今天是除夕夜 除夕夜的一早呢 早上对对对 那不晓得大家正在做什么 准备要去买菜吗 还是起床呢 准备要开始大扫除呢 那我们在今天的话呢 就特别安排了一个节目的内容 这个节目的内容的话呢 事实上是在过年的时候最适合听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过年最喜欢热闹 那哪些地方过年还会热闹呢 我想来想去 第一个客家 我觉得客家家族里面过年很热闹 哇那个什么 什么总而言之 什么大家族 但另外一个的话呢 就是卷村 那卷村现在呢 在很多台湾的各个角落呢 或许慢慢的一些 拆除啦 或是呢 就荒废了 不负记忆了 但是呢 卷村浓浓的人情味 可能他不是家族 他是整个卷村里面 就像是大家庭一样的感觉 事实上是很多 这个卷村人的 美好的回忆 所以我们今天呢 要特别聊一个话题 就跟眷村的保留跟改建有关 顺道的呢 也带大家来回忆一下 感受一下呢 过年的年节气氛 好 我们邀请到的呢 是这本书叫做光的院子 他实际上就是一个 由在高雄建业新村当中 最大的一个宅地里面 等于是去修复 然后的话呢 富旧如新 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邀请到呢 是这一对 这个阳光的院子诞生的夫妻 那祖室的 当然就是这个卷村的主 过去的主人 他就是黎明珍 公关叫我们之声的黎明珍 苏菲亚 苏菲猫 苏菲猫 那另外一位的话 要介绍是室内设计师 是他的先生 是他的安娜达 这个王子逸 原配 虽然头发是白的 王子逸 对对对 OK好 那苏菲亚跟Henry 两个人 那光的院子的诞生 其实是 这本书里面讲了很多的故事 那我们刚刚就讲说 因为今天是过年的关系 所以刚好这个气氛 也很适合聊 我在书里面看到 就是说王子逸 你不是眷村 我不是眷村长大的小孩 我在天文国 所以你小时候 也没有听说 去同学的眷村家去玩过 对当然有 当然有 因为这个眷村 其实是集体文化的一部分 对嘛 我小时候是在明珍社区长大的 在那个年代 明珍社区 我们家对面就是所谓的 复联的四村 五村六村 那个环境是属于空军的眷村 那我当然家里面 也有亲戚长辈 是在眷村里面的 这样子 所以就小时候 也在那个附近玩耍 所以不陌生就是了 对只是 Sophia家跟我们家看到的眷村 当时完全不一样的规格了 真的 可以慢慢介绍 像我们家也是 我们不是眷村 但是会去同学是眷村家 我觉得你是眷村 那比较觉得 我不是眷村 我想没事人家听你国语讲的很标准 就说你应该是眷村小孩 对对对对对 你不是 那并也不是啊 就不是 那公教 对我爸是中华日报 所以我们小时候是住中华日报宿舍 那也类似 但是也没有那么 没有到那么的大江南北 然后那么的热络 坦白说 他们就比较是文人 文人我觉得都各自 有各自的世界吧 就会礼貌性的往来啦 比如说看隔壁的什么卑卑写书法之类的 但是比较没有像感觉上 眷村那么热络 好所以呢 这个黎明珍你 你们过去眷村家 你在书里面其实有讲到一些过年 过年 我发现你们过年很多东西要自己做 我们家全部自己做 你们是一个大家族 待会我们会聊到他们的家族之显赫的 但是也因为那么显赫 所以很多的一些 不能讲繁文入籍 应该讲说很浓的这些年级礼俗都在里头 我觉得这很棒 你们做了什么 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很重大的重点 就是我们家有十个人 我早上一睁开眼睛要跟九个人沟通 就是外公外婆 舅舅爸爸妈妈 大姐哥哥 二姐小姐我 所以我们家十个人 OK 那这十个人里面有三个清朝人 对 我觉得好特别 这是民国钱诞生的 对对对对对 所以为什么我们家一直这些繁文入籍一直在 因为我们家其实虽然他们都来了台湾 可是那个大家的那个日子还在过他们自己 我们家小时候那个外公外婆出门是看黄历的 我真的要看黄历 连去看电影都要看黄历 我看到你们家看你们家外公 你有个很特别叫他叫什么老爷 对不对 老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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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去看电影要有黄包车拉 就是进到郡村里头 对 然后让他这个灯 轿车 其实其实中山堂里我们家非常近 那如果是要看西片的话 到中正堂稍微远一点 所以那个计程车进来 接我老爷去看电影这件事情 要先到外面去跟他沟通 说很近哦 怎么样要多少钱这样 对呀那么近他不会自己走路啊 我出生的时候他已经七八十了吧 已经对因为我妈妈生我很晚嘛 我妈生我已经四十三了 OK 对所以我外公更大嘛 我妈是他们家的第四个小孩 但重点是因为是一个世家的 所以他才习惯坐黄包车吧 是这个意思吗 他可以走几步 可是他觉得出门就是要坐车啊 你看我真的觉得 大富人家的规格 离民间家真的不一样 出门就是要坐车 对啊 然后那外公 所以清朝人要怎么怎么过过年 清醒啊 我跟你讲我们家的过年是 我们家所有东西 你知道那个年糕 你只看得到年糕对不对 对 你知道年糕的那个年糕怎么做出来的 我不知道 我看到你们家甚至连月饼都自己做 对对对 我瞎呆了 他那个糯米 从买糕米开始 嗯 糕米要泡 嗯 泡完以后 我们家有磨 你知道吗 驴子拉的那个磨 真的吗 你们家有磨 我们家小时候有三口磨 三口磨 三口磨 因为白糯米白糯米 红糯米红糯米 因为那个木糯米泡完以后要放在那个磨上面要磨磨 对对对我看过影片 对那我舅舅就是很很很很非常厉害的一个人 听起来是大陆巡旗里面的故事 对对对对对对对 真的是 我们家磨完磨 磨完磨以后那个出现那个年糕的粉 要用那个布袋掉起来 因为你要瀝干那个水才会出现那个年糕的那个糯米 所以你想想看现在那些糯米是怎么来的我都不知道 我们小时候这样做那个年糕 所以从腊八开始就已经开始过年了 整个过年 从腊八粥啊什么都开始 所以你们就自己做年糕 那自己做腊八粥 粥还好自己熬 还有什么东西 我给你们元宵也自己做 元宵也一样的是跟糯米相关的 是都是要这样子要磨磨的 糯米有关的就都一起做了 要磨要磨 对 而且我们现在会觉得好文很文青的放点桂花 对 他们家从小就放桂花 因为我们家后面就养桂花树 专门是要做桂花元宵的 嗯 真的真的是好风雅 我们家养的吃的喝的那个植物很多啊 像乡村 乡村也种在后面 对 乡村炒蛋很好吃 拌豆腐 拌豆腐 嗯 乡村拌豆腐 那院子里还有什么东西 我们家以前还吃花嘛 就是各种不同花 我跟你讲 花的终于走到同号了 因为我们家以前有 咱们吃了一个团花 美豆 美豆像仙子下凡一样 一个晚上 但是对 那我爸就说 哎 这团花可以拿来熬排骨 嗯 那我从此之后呢 就跟朋友聊天 啊那团团团团团排骨 每个都觉得说你是谁 哈哈哈哈哈哈 为什么 我们没有听过 那我们家团花 我们家团花是拿来做两种 一种是炸 它可以包裹面粉炸 另外一种团花是拿来 我们家是就是拌糖 它可以凉拌 直接凉拌 好吃吗 不用去烫一烫 烫熟 其实团花就是有本身的香甜 而且它又无毒 不要去吃它的心 心是苦的 这样子 但是所以这个去料性就可以直接生吃 我们家还有吃菊花啊 对啊 我还有菊花 菊花可以吃啊 菊花我们是拿来做菊花火锅 嗯 因为要白菊 黄菊苦 这样子啊 所以栽菊花的花瓣 要丢进火锅里面 你就全部弄完 就它也是蒜 它也是拿来蒜 为什么加一点菊花瓣呢 你那个火锅就有一种清香味 所以我就跟你讲很多植物可以吃 那时候我跟林忠勇 两个人聊得好开心 是是是 你说你们家那个植物可以那个 我说对 其实很多植物是可以吃的 还有很多像菜一样的植物是 有致病的 像一种叫马种菜 它是致糖尿病 就像落地生根一样的 落地生根也拿来凉拌啊 像现在很多自助餐都有吃落地生根 那我们也有养 哦真的啊 你们家有多大 哈哈 我这听的人讲 我们大人讲一下 我们家有多大 多大我们待会来聊 所以这就事实在我们讲光的院子 它是一个院子呢 不是你一般想象中的 这个小小的 这个眷村 因为很多眷村 我觉得它有分啊 台湾的眷村上有分 将军的眷村 有一般的小 阿兵哥 阿兵哥的眷村 那一般阿兵哥的眷村的话 每户挨着彼此 那甚至呢 一户里面可能 呃 好几家住在这个里面 但是呢 建业新村在高雄 就完完全不一样的模样了 好 所以我们刚才呢 带给大家一点点的过年的气氛 所以有韷中哥一来 韷中哥说 你们韩军住太好 真的是这个样子 诶对对 他也是眷村的嘛 他嘉义啊 他是空军 真的是这样子 好 所以我们有热闹的气氛 有风雅的气氛啊 那带我们学学回来就告诉大家 到底是哪里的眷村 可以有那么大的院子 那他怎么样走过呢 过去现在和未来 马上回来 好回到蓝轩时间 继续和现场邀请到的 这个陪着大家一起过年 然后呢 准备呢 今天晚上的年夜饭的 一个是一对couple 这个黎明珍跟王子毅 嗯 他们一位是呢 呃 公关教母 一位的话呢 是室内设计师 那邀请他们来 最主要的原因呢 是因为他们呢 在高雄啊 一个呃 眷村的地方啦 就叫建业新村 呃 在2020年的时候 等于是重新的去翻修 然后整建 然后让他诞生了一个光的院子 但是呢 哎 我又觉得说呢 进到光的院子之前 我好想再讲一下下过年 因为我想到我看你的书啊 现在大家都不太拜年 对不对 嗯 嗯 不太拜年 那我觉得拜年事实上是一个 我小时候坦白讲 我也不太爱拜年 是吗 在长大以后反而会觉得说 嗯 去那种拜年啊 这个去 呃 挨家挨户啊 这个穿着 还蛮好玩 对不对 好玩的啊 小时候黎明珠很爱拜年 我看你这里面讲 你是什么 大年初一一起来 一起来 你会骑个单车 然后去 所有 街头到巷尾 男认识的就去拜了 对 你好 你好笑 我真的很好笑 而且我会从 我一路开始规划我的行程 就是要去那里拜 而且我知道 哪几家会给红包 对啊 我觉得这个小孩子很奸诈 有没有 哈哈哈哈 又活泼又奸诈 那你是真的 你们是在 在你的眷村村村子里面拜年 还是你会跨到眷村外面拜年 我都在村子里 他们家村子很大 已经很大了是不是 很大 大概你会拜几家 哈哈哈哈 因为我们有十二条路 十二条路 我们有十二条路 尾一路到尾十二路 那如果你这样讲说 假设你一三五七九都拜的话 你上下午已经也差不多 因为到人家家去会吃瓜子啊 看个电视啊 聊个天 你整天 你很social哎 你从小就这个样子 哈哈哈哈 你从小 做过两种工作啊 一个叫公关公司 一个叫公司公关啊 哈哈哈哈 天啊 所以从小就展露了 你公关的长才 是这个意思 也是因为我们家里 十个人很多嘛 就往外发展 真的嘛 所以你真的是这样子 十几条街 然后就是能 我每条路都认得啊 嗯 OK 家家户户都认得 真的是哎 那你这样通常过年的红包 可以会有弄到多少 其实那个年代 其实红包也是给个意思啦 可是对小孩子来讲 就是很不错啊 对啊 像我以前都会去尾巴路 有一家我一个阿姨 那个看广播电台 尾巴路 对尾 尾是讲尾国的尾 OK 我们叫尾一路到尾十 我们叫尾巴路 尾巴路的时候 那一家阿姨 他都会给红包 所以我大概 他的排二体就是 我一定从尾一路开始 因为尾一路到尾六路之间 会有很多小学老师 啊 我非常尊师重道 大年初一开始 我就会从尾一路开始找 就是我想说老师去拜年 你真的好有礼貌 而且 然后再来就去那家阿姨家 阿姨家 一定要 一定要 那个阿姨有红包 广播电台哦 他们那个时候在高雄 很有名的广播电台 就是 OK好 所以讲这一段事 我觉得 这个过年大家要不要想一想 也就去拜个年 走个春 我觉得气氛还蛮好玩的 我到现在为止 就是后来工作 我身上过年的时候 我都会带红包 再放一些 就是几百块啊 就是看到有小孩 我都是给 真的吗 哇 那以后过年时候 尽可能就照 记得还跟我拜 你 对对对 因为我给你讲 送小孩红包 CP值很高 人家记得你 而且小小的就满足了 对不对 几百块就很开心 真的 应该有这样的 好 好 所以呢 还是希望大家 今年有个好年 好个 有个热闹气氛的年了 好 那回过同来 这个光的院子 我们就要聊到说 你们那个 进阵 现在我们大家听起来 已经有出具概念了 很大 有十一条街 十二 十二条街 几户人家 嗯 每一条街的户数 人数不太多 不太一样 因为有没有到百户 有话超 一定超过 你说整个 真的吗 一定百户 哦对啊 当然超过 那你们这眷村真的很大 超过太多了 这样子 我想想看哦 嗯 最少两百户了 嗯 你们的眷村规模真的很大 是高雄最大的眷村吗 一岁 是最大眷村 建业新村 我们应该讲说 尾一路开始到尾十二路 它叫做横跨何群新村 跟建业新村 嗯 建业是九路到十二路 嗯 可是现在一路到六路 已经成为这个烟 就荒烟漫草 荒烟漫草 好 那我们刚刚讲到 是德光的院子 我觉得一开始 我觉得很棒的啊 很值得来跟大家聊的是 因为它是一个贯穿 两个世代的爱情故事啊 那为什么讲爱情故事呢 因为林明镇的爸妈 也就从那个战火颠沛的过程当中 呃 怎么样的来到台湾 这个过程当中 已经非常的感人 我们待会跟大家说 但重点在于说呢 这个建业新村 听起来已经荒烟漫草了 而且那么大 然后呢 竟然高雄市政府的做法是开放民间 自己来认 认标 认养 以住在户 OK 以住在户 用住的进 你人住进去以后就养户 养户他 因为要不然那 就像尾一到尾六路 那个房子都塌了嘛 啊 你要人进去的话 你才有办法让这个房子可以活在 所以从这个例子 我们可以知道呢 政府呢 取这个名字 一定要取得很好听 其实他就是让民间出资的意思 哈哈 但是呢 你出台湖 听起来好像 就是你出钱啦 没错 就是政府不出钱啦 就是民间出钱 自己来想办法 所以呢 他们呢 这个林明镇的老公王子义呢 就真的是感人了啊 就替老婆呢 他的心愿 就希望能够呢 把他给整修回到过去呢 而是那个时光 所以你就你就决定要要 发挥你的室内设计师的常才 是是是 对 这个其实是一个艰辛的过程 不管是一开始 或是在执行过程当中 包括我们后来正在住 都是蛮辛苦的过程 那整个事情要从28年前开始说 好 这么久以前 为什么呢 因为我是百分之百的台北小孩 我在东区长大 出生长大的 从来没有去超过台中以南的地方 好 我们就是标准天龙锅的小孩 是哦 然后后来在台北认识林明镇的时候 我本来以为他也是个台北小孩 因为国语讲的很标准 他国语讲的很标准 因为他是北渝女的 后来发现都不是 都不是 对都不是 然后在跟他结识之后呢 就是在28年前 我第一次来到高雄 然后进到左营 去提亲是不是 推开那个红色的大门 拜见我的岳父岳母 请他把女儿许配给我 好 所以后来真的结了婚了之后呢 好古典有没有 是是是 他其实是碰到诈骗 哈哈哈哈 这样 真的结了婚了 我们在我们那个新房 就是他的老家 对 这个建业新村 我们现在这个房子 光的院子的前身啊 就是我的岳父岳母家嘛 对 我真的在这边只住了一个晚上 我就没办法住了 你知道古时候的眷村房子啊 就日本时代留下来的格局 所以厕所是在户外的 不是像我们在台北 对对对 我们在台北很习惯 这个厕所就在房子里面 走来走去很方便嘛 是 他是一个院子 有院落的房子 我们家小时候宿舍也是这样子 是让厕所在外面 大家共用一个厕所 对没错 然后下雨天 你还打伞出去的 没错没错 而且那坑好深 是 后下坑好恶心 对 然后这就算了 就我们的房间哈 是他们的房间 他们家是很奇怪的格局 嗯 我我要进到我的新房的时候 我必须穿越过 我岳父岳母的房间 我才能进到我房间 然后我房间旁边还有个窗户打开 还是他大姐就睡在隔壁 还可以探头过来看我们 真的吗 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房子的格局啊 所以做了第一晚 所以你们的新婚之夜是在光的院子 没有没有 就是回门的时候 回门回门的时候 那还真尴尬 所以在那个院子 我只住过就头一两天了 我后来就跟 跟Sofia讲说 哎这样子塞我很难 所以我们就后来好 过往这二十几年 我们都是住在外面的饭店 回家去探望我的岳父 所以如果说回到高雄 你们就住外面的饭店 对对对对 饭店很熟 那这个房子对我来说 就是我岳父岳母的房子 就来这边啊 好像每年过年 大年初一定要回娘家 是这个感觉 然后心里如意的 完了之后就赶快就回台北了吧 就这样子 好 那么续续再回来 那为什么呢 一开始在新婚之初感觉上有点住不惯的 那甚至会觉得说 你没有到避之为恐不及啦 但可能就是很不习惯的 但最终会愿意花那么多的时间跟精力跟金钱 而且呢在这书里面描述的 王子一世有一段时间是不断的难来北往 就是去监工然后去规划 然后让他成为现在非常漂亮的 这个几乎是呢 这个在建议新增当中 最漂亮的一个什么 以住代户的一个典范 我们休息回来呢 听听看他的爱情有多么的坚真 好 回到来时时间 就继续来现场邀请到的这个光的院子的主人 这个女主人男主人 这个Sophia跟Henry 就是李明珍跟王子一来聊天 刚刚讲到呢 这个光的院子是考验了这段 这对夫妻的爱情有多么的坚真 因为第一个看起来很荒凉嘛 对不对 那第二个就是说要自己出资 我真的觉得要自己出资 是有点有点那个 而且这个房子 当然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他们用以住代户的方式 想办法要能够让眷村重新活络 那这眷村在 在我岳父岳母离开之后 当然就交还给国防部了 然后这个整个村子 其实就已经群入到一个荒废的状态 一直到文化局开始提出以住代户的方式 慢慢慢慢开始活络嘛 而且事实上你们刚讲说只能五年嘛 如果说就就还给你们了 你们自己去修修复 那我觉得还OK 对 只能有五年我 是而且五年的时间 而且你要投入相当多的 不管是金钱或是时间了 所以任何来讲都理性的人 都是不会做这个事情的 要第一期第二期 第一期国家有那个文化局有补助 那些人就是就是用评数去申请补助 最高可以申请到一百万 可是因为效果没有说非常好 也许是有些评数有大有小 有些人可能经费多 他不见得花那么多钱 是是是 那一百万也还不少就是了 那最高的啦 所以一直有人有赚就是了 是这个意思吗 我没有特别讲 可是意思就是说他可能弄完以后 他们就看看觉得说 那我们第二期有另外的方法 他们第二期有22家民宿进来 那国家是给了什么呢 是给了那个两种不同的方法 就是第一种是给钱嘛 第二种呢就是 第二种就是 他们做天地墙 就是把天地墙帮他们做好 所以22家民宿进来 那那些人也花的比较少钱 可是那些民宿学者也在讲说 你天地墙做 其实我们自己还是要花很多钱去弄 那我们第三期真的完全没有经费 零 就你们自己真的是自费 全部自费 而且我们拿到我们的那我们家的时候呢 我们家是自住行 那这是我要的 就是我要自住行 那他呢就收到这个 我就跟他讲 他就跟我说你疯了 自住行就是你要住5年 我要住5年 可是你不能营业 不能营业 不能营业 对那我那是我要的 我就是不要营业 我想要家里人都回来 就像小时候一样 我就一直想要复制那种家族欢乐感 所以这是你的梦想 对我跟他听到这个梦想之后王子义就傻眼 就就人生的痛苦就开始 哈哈哈哈 没有这个当然了这个里面 我在书里面其实有详细讲了这段心路历程 那可以跟他很久吗 当然当然当然 第一个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夫妻双方为了提出这个企划案就挣执很久 可他很坚持要做这个事情 那后来当然是透过我也利用我们公司的力量 我们重新做了一个整个维修的制作的图面 然后提出企划给文化局 我相信也是做的最完善的一个用 我们是专业的设计公司 所以不要透视图 还有那个爆炸的解析图 看怎么来做这件事情 后来正在施工的过程当中 其实比较感性的来讲 就是说当这个房子的屋顶掀开来 墙壁拨开来看到里面的砖头的时候 某方面来讲也就揭开了这个历史的进程 就说我在这个墙壁里面 我看到日本时代砌的砖头 民国时代砌的砖头 还有我岳父来了之后 他说做了一些针件 所以那个整个这近一百多年的历史 其实在你面前展开 然后你亲手摸得到的 然后你要逐步的去让它修复成一个现代的样貌 所以这个过程其实对我来讲 虽然一开始是非常痛苦 可是后来觉得是说对一个学设计的人 对文化比较关注的人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很亲身的体验了 那后来很多朋友来参观的时候 我就会把这段故事说出来 让大家了解这整个的台湾的近代的历史 是这样子 但是你还是跳过的那一段就是说 当他说他这个梦想的时候 你有到就是说 对两公妈两公 就是有说你不做咱们就走个桥 或者说就要离婚之类的吗 这个时候确实是考验人的爱情的坚真了 还有这个作为一个男人 一个信守承诺 我们父亲两个常常有些事情 事情相左会吵架的时候 我总是会回忆起28年前 我进到这个眷村 拜见我岳父岳母对不对 对我对我的岳母承诺说 你女儿给我会照顾他一辈子 好你看然后 然后你再怎么样跟 你是真的放在心上的 这个承诺要做 因为是对一个对个老人家 做个承诺嘛 我妈有多强 哈哈哈 真的要谢谢你妈 然后你看这个人生缘分也很难讲 在老人家离开之后 这个地方已经不属于我们了 所以能够重新再回到我们手上 那当然是感恩了 然后你花很大力去修复他 不管你投入的 我刚才讲说很多的金钱啊 我们实际投入的金额大概300多万 那中间间接成本 包括我自己公司的开销 人力物力的开销 这都还没有计算 那包括往返的这种车支 你通算进去 绝对是超过400多万以上的费用了 可是很多朋友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都把金钱这事情放到一边 因为金钱这事情啊 其实从来不是我们 女生就就有的啦 你也带不走的 那重要是这金钱可以带给我们什么 假如说这部分 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人生的回忆 跟经验 然后也可以跟我们的朋友 来分享这个环境 包括这段历史 你知道这个我刚才讲到 就从日本时代 没错 日本政府当年 所谓的日治时期的时候啊 他们来这边治理 他们是国父名强的 所以他们盖了非常好的眷村 包括那个时候的这个军港 叫做万丹港 他的规模相当于是横滨 所以你来参观的时候 这个非常大 是亚洲可能当时最大的军事设施 所以当年后来在二次大战的时候 美军特别来轰炸 对对对炸了高雄炸了基隆 我记得那是两大重镇 没错 那我岳父这个房子 其实当年的时候是被炸毁了 然后国民政府来的时候 重新再把它修建起来 修建的时候呢 把它做成了一个医疗的诊所 没有没有是那个工地置建 工地置建 一生自己盖的 对变成一个诊所的规模 所以才会 因为他都是枕间嘛 所以我的新房才会穿过别人的房间 进到我房间 是这个意思 他原来是个枕间的规格 所以每个房间都以前的枕间 对就把它串在一起 而且当年我在我岳父岳母家的时候 总觉得中间有根大柱子 而柱子就一半高 就背后到屋顶上 我就不懂这个大柱子到底是什么 后来我在修房的时候就把它敲开来 他就是个大烟囱 好大一个烟囱 里面还有灰烬 然后我拍了照片之后 我朋友说 诶 王子姨赶快翻一翻 里面有没有黄金 所以当年日本人会藏黄金在那里 你还有一份藏宝图 那为什么有消毒的那个消毒 因为以前是诊所 在那时候的消毒都要热水嘛 滚烧开水的方式 所以会有很大的烟囱 在那边做这个消毒的工作了 那个烟囱没有入口吗 有后来的入口 就是他们家后来 被我们家封起来 封起来变成个炕一样的 我还以为是他们北方人习惯 睡觉还睡在炕上面 上面可以取暖 我发现完全不是这个 那个炕以前就是个灶 是来烧开水的 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们家以前那边是一个大书桌 就把那个东西给压上去 压住了 所以我从头到尾 不知道下面有东西 是后来拆盖 挖开来 拆开这个灶 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历史的典故 也让我们觉得心有栖栖烟 觉得这个感受是很深刻的 那本书里面我有两张相片很特别 就是我在军事馆找到那个轰炸 高层的那个图 我有看到 你知道很多人说哇 那个飞机为什么可以拍得到飞机在丢炸弹 就美国美军的军机来轰炸的时候是两台 有一台飞机是新闻棍 新闻棍也像是拍照经浸搜之类的 他要去拍说你到底哪里丢炸弹 对啊 所以大家很难想象 我在那个时候其实美国是轰炸台湾的 因为那个时候的话台湾是日军时期 那个时候的话呢 对于美国来说 因为美国就看在日本 日本是轰是突袭珍珠港的那个第一个军 你知道吗 所以呢 美国为了要去就是要要报复这个日军 它是轰炸台湾 台湾是那个日军的整个的后几 补给后勤的基地就是 对对对对 好那所以等于是那个时候你总的会修复回来 所以你看那个房子 隔壁邻居家他们是真正日本留下来的房子 里面的那个木头都还是非常好 可是我们家就刚好相反 它是被炸毁 然后在明镜再来复建的 所以里面就是就是破烂的木头 就下甲料这种东西 所以你屋顶掀开的时候就撒饮 我说哇这个钱开始烧了 超过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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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线的 比你想象中可能来的更 非常糟糕 完全超过你想象的 因为你看我们家那时候我爸爸接手这个房子嘛 因为那时候我们家在高雄开餐厅 所以才有这个经费去来 你们家 所以你爸是海军吗 海军 但是就海军来说很少眷村家 就你们那边家开那什么新桃方 蛮有名的不是吗 我妈妈 你妈妈 对外公外婆不是带金条来台湾吗 好人家出门都要坐车了 那对没错 这是另外一番故事 这是另外一个我们刚刚讲到呢 在不同的世代当中另外一段呢 非常坚真动人的爱情故事 吴修雪再回来继续聊 好回到蓝宣时间 在今天的话呢 大年除夕 所以呢 我们邀请到了一队呢 对对对 非常棒的夫妻来跟大家呢 过年是Sophia跟Henry 李明珍跟王子毅 那我们聊的是呢 如果这个周末假期 或者这个过年期 如果真的大家觉得 还想要出去走走走出的话 可以去建议Henry走走欸 刚好过年在喔 非常欢迎大家 那可以去秋门吗 可以 我有一个网站喔 就是我 你上那个部落格 李明珍 不是我的粉丝页 你要在粉丝页里面留话 哦 好好好 就光的院子啦 那我们再继续聊 就看看大家觉得 有没有勾动你喔 想要去走走的心思 我们刚讲到 除了这个王子毅跟这个李明珍之间 花了那么大笔的钱跟精力 我觉得最主要也是时间 代表的 除了他们两个人之间 这个的爱情之外 我相信刚才这个王子毅 也特别提到了 就是说一个老房子里面 承载的多少的一些记忆 以及时代 就时代感 因为事实上在台湾 我们经历过蛮多过去的 这个几十年间 其实有不同的政权的更迭 有不同的一些时代的记忆 但是这个时代记忆 带来很多的事实上是上一代的 所以呢 其实为什么李明珍的爸妈落脚在高雄 而且刚刚大家可能也听到 你觉得有点怪 事实上是他妈妈那一方面的人 来得多 对 你爸爸那边来的人 没有人来 没有人来 我们家就比较像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家亲戚在台湾很少啊 你爸爸哪里人 我爸 四川人 但他在福州过来 所以因为只要上海以南的 后来都不能进了 那个船都不能进 也不能出 但是我看你的书里面的重点 也是在于说你爸为了你妈 基本上他是先救老婆娘家 跟我一样 先顾娘家的人 所以等到接完你妈妈跟你妈妈那一家子人 之后再到上海已经来不及 没有办法接自己的爸妈了 可是其实也是因为船行啦 那个船刚刚好是要这样子走下来 所以我爸是 没有办法是从 如果那个时候 船是在南部的话 一定是南部先接嘛 可是那个船已经到 可是到上海以下 就不能够靠近了 是这样子 所以他也是遗憾 我们讲的 民国77年 慢慢开放回去的时候 我就跟我爸回去 我不是有写说 一进去村子 他的村子就放鞭炮 他一放鞭炮 我爸就跪下去 然后我们眼泪就掉下来 我觉得那一定的 他真的是很甘 对对对对 但当时那样战乱的时候 你爸爸为什么会 从什么 船 那时候他跟我妈 从哪里到山东 我爸是一路上去 因为他们就是沿路都有一些 一些训练 那他的船就是青岛啊 天津啊 然后再往东北 那后来他们在青岛结婚以后 我爸还带着我妈 上船渡蜜月去什么 好浪漫 呼噜岛啊 可以上海军的船渡蜜月 对我那里面特别写 对 是军舰吗 军舰 军舰可以开放人家上去渡蜜月 我带渡蜜月回来以后 还带了全家人下 真的吗 所以我爸是军须官嘛 是这样的 你爸有恶势力哦 后来才发现 我们村子里面好几个 都是在船上的 这样子 对我们家前面有一个黄妈妈 就是她爸是舰长 也是带着太太 从头上 舰长比较好像可以理解 你爸爸军舰官 这个干的还蛮 干的蛮厉害 所以上去渡蜜月 然后呢 就在那个逃难的时候 还可以上去接你妈妈 而且接你妈妈一家子 全家 全家是十个人 不止啊 连清朝人都接来了 清朝人接来啊 然后我二舅 二舅还有二舅的全家 小孩子全部都带来 然后走了一半 我妈又哭了 说还有个三舅 然后再回去 我爸又去找了空军的朋友 去把我三舅 从燕京还是哪里又接来 所以我妈家是团圆的 是不是 在台湾是团圆 这很少见 我坦白讲很少见 真的很少 所以我们家亲戚朋友很多 所以亲到别家子 心里会有点羡慕跟忌妒 我觉得 对因为我们外省人 基本没什么 没有亲戚在台湾 你们家竟然有这样子 一整家子 一船人来 然后我表哥这次有写 在我的脸书上面 他也写了很多他的 他的那个 他看了以后 他那些想法 对啊 所以 所以我觉得那个爱情 还有啦 还有你爸妈的情书 哎呦 他们两个写的很 徐志摩 芬啊 什么的 阿光啊 在那个年代 我至爱的光啊 我至爱的分啊 对对对 因为那个年代 那个年代 因为我看过那个 赖生川的一个戏 他里面也是把一些 家书 那个时候写进去 也类似像这样的一个局面 就是 那个年代其实是流行 那样写情书 你看徐志摩那些 他们都是那样写 因为我们还把情书 还用线把它缝成一本书 线缝着缝了一本 你妈妈自己缝啊 对啊 我们现代人没有这么浪漫啊 真的 那个是 那个是 你就是 还可以删掉 还可以收回 对对对 他追我的时候没有写情书 以前所有追我的 我是画漫画 我画漫画给他 那这样子很特别啊 所以家庭也是画漫画的 真的吗 你是画那种这个 沿旁边的 脚 这个翻一翻 还可以有这个动画的感觉那种 没有 这开始没有到那么多啦 其实我还想他追我那个时候 因为我们两年纪都很大了 所以我们两姐就随便就结了 有到这些意思吗 我们重承诺 重承诺 他真的蛮重承诺 所以说你们是晚婚就是了 很晚很晚 很晚 这样子 所以你爸妈 所以你们没有 所以你会觉得很遗憾没有收到情书 哈哈哈哈 他的啦 他的他的情书没有 这个 可是那个年代 很遗憾以前人的情书 我丢了 哈哈哈哈 我已经把他留下来 以后什么很有名 真的吗 我觉得丢的比较好吧 我这话不要看到会 我还嫁给我28年 他唯一的遗憾是 他不能换设计师 哈哈哈哈哈哈 住的不买也不行 真的吗 这捡到了一个室内设计师 真的是 他还不错 那我觉得我父母亲的那个爱情 在那个时候真的是不用说 就真的见证了嘛 可是现在我们的房子这边呢 就是啊 今年5月他会重新开始要做招标 啊 也到齐了 合约到齐了 时间过得很快 嗯 所以他们今年开始就是 想要像做成像胜利新村那样 全部都要做营业 屏东的胜利新村 他那个是做的还蛮 还蛮成功的 但是屏东有点问题 跟我们不一样 是屏东那个地方是市中心 所以他们怎么样的人都可以去 我们是在 左营嘛 左营过来 可是我们只要10分钟的计程车 其实就到了 可是我们不是市中心 所以我们这边必须自成一格 可是问题是 你们当初不是说 你申请的是自住吗 对对对对 可是他5年以后他改变了 他说你现在要变成 那你怎么办 你要开始营业啊 不知道 对他现在就叫你营业 真的啊 所以等于是你想要保留这个地方 你得要营业 对 所以我还在想我要营业什么 OK 我们休息回来呢 那光的院子要怎么继续走下去 马上回来 好回到蓝轩时间继续和现场邀请到的 光的院子的男女主人啊 这个林明珍还有王子义来聊天啊 好所以我们刚才已经聊了 这个两段两个世代的这个爱情故事啊 实际上还蛮感人的 但是呢 刚才讲到了父母亲的爱情故事 留在后辈的心里面 那你们两个爱情故事呢 留在这个房子里面 在这房子转业之间5年就到了 哈哈哈 时间经历等等啊 那5年之间 今年要回收了 对不对 今年合约到齐就看跟文化局 是不是可以再申请一个续约的可能性 这样子 是是是 嗯 希望争取啦 嗯 我觉得建业新村是非常欢迎大家来玩 嗯 因为我那边有22家民宿 然后又有旁边有 旁边都是民宿了 旁边有886那个园区 就是以前的更大的将军住的地方 像中正跟康宏 他们以前来台湾服役的时候就住那边 以前日本首相嘛 是是是 他是少年军官 20岁时候在那边当海军军官 所以这边有一个非常丰富的人文历史 嗯 那我觉得呃呃呃 呃呃 这本书完成了以后呢 我觉得我心中一颗石头也比较放得下来 嗯 因为我想说嗯 除了我们自己之外 我们的朋友 其实也包括文化局的 那他们其实很难理解说 为什么我们要投入那么多的时间跟精力 就是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尊重老老婆的指令啊 整个啊 整个啊 这一大故事 那我自己因为从事室内设计的关系 因缘忌讳 啊 非常具有领导呃呃的人物啦 对 那我因为就会认识他之后呢 为他做设计上的服务 也服务了一辈子的时间 可以是这样讲 那他老人家离开了之后 那也帮他做了一些他后世的事情 所以他把沙发送给你啊 后来他的太太就整理整理完房子之后 他后世都办好了 然后就剩下一组沙发 这沙发当然是我帮他布置他家里 还留下来的沙发 OK 那就问我说这样沙发怎么办呢 因为现在用不太到了 那我就说那是不是就卖给我啊 我愿意接手他这样子 那胡太太也很好 他说假执意你要的话 你就拿去用吧 那刚好就那么巧 我的光的院子也刚好做完了 里面就要布置家具 那就把胡先生留给我的家具 我就把他移到这地方来 也来见证一个时代的故事 没错 因为眷村 对眷村当然不只是指眷村 眷村里面人出来之后 没错 对整个国家社会的影响 其实非常大的 对 那我们也希望透过一个房屋的诊件 跟家具的一个人生故事 来介绍一个大时代的一个历史 这样子 对啊 因为房子只是房子 房子里面住的人 是最重要 最重要 所以当这个房子 后来现在你觉得 有符合你当初的想象吗 超过 超过 真的超过 然后我姐姐她们 从美国回来 她们都很非常感动 因为我姐姐她说 她其实她自己的心愿 她一直想回来修这个房子 所以后来说她说 她妹妹的先生 就是完成了她这个心愿 其实我觉得包括我所有三清八气 都蛮干净的吧 你们在那个地方住多久啊 我们你说这边啊 我两岁啊 我两岁啊 我两岁就住进去 就在那个地方 所以才会写华丽嘛 因为人家说 眷村有什么好华丽 我说对一个两岁小朋友来看 我们从别人都是那么小的眷村 我们家这么大 那就是一个华丽 嗯 华丽与转生 真的是 不过真的是啊 你们家比起别人来说 真的是很华丽 哎呀你要看这个书 静百瓶啊 里面太多好笑的事情啊 对啊 比较好玩啊 就是啊 苏飞猫的异想世界 可以去听一下 打一下打一下 那其实比较serious 就是我如果没有这个先生 这件事情是 没办法完成的 我会乱做 你会 你还是会做就是了 我会做 但是你会乱做 我那时候跟他讲 我说你不做哦 你不做我自己做 我自己下去发包 我自己去找工人 他把工人都找来了 吓死我了 这怎么可能 所以你也是行动力 百分百的人就是了 对我说我要就是要 结果他就看出啊 那么要啊 算了 你知道我在台北做工作啊 我说我没有去过高雄嘛 我在高雄做的就是这个案子 那个那个到了夏天啊 那个太阳晒到工人都不做事 再再再树荫下纳凉 我就问他 你为什么不工作 他王先生不能做事的 我说哇高雄是这样热到 人是没办法做事情的 就是工地就停在那里 所以花了一年的时间 才慢慢把它修好 可是来玩不一样 来玩我们那边的风 是比台北的风 海风很好 非常非常 对啊 早过了他们两三点 四点以后 就是天气非常好 因为我们是海港 对 我给你讲一件最后 时间的关系 当全国都在止暴 就是空气很差的时候 空气平址对对对 只有我们家左营 就那么一个点 是绿色的 永远去看 哦这样子吗 因为那个风进来 就把那个 哦是风的关系 还有树吗 因为我一直看你 描述到雨动树 一整排 90多年都有身份证 对绿色隧道也好漂亮哦 那个海港进来的风 再加上那些树 那些树 那些树都是90年抓地力都很强 都很大 所以我们那边哦 活的都很久 你看我女儿写了吗 她说连我们家仓鼓都超过三岁 哈哈哈 仓鼓一般就一岁多 真的吗 她说 因为外公外婆 外公外婆 都九十几岁 九几一百 嗯 她的旧公 我们家所有的老人家走都破九十 这也跟基因有关了 哈哈哈 不会让你们刚讲到 环境 环境 这个万子子爆了的虫中呢 一点绿 很棒 尤其还有光呢 好 所以呢 光的院子 我爸爸名字叫黎翅光 所以才叫光的院子 有个光 而且高雄南台湾也终是 充满阳光 全面有光 今天也是天气很好 对啊 所以很棒 所以大家或许可以去高雄走走 看看现在的建业心 还有呢这个光的院子 好谢谢黎明珍 谢谢王子逸 谢谢 大家新年快乐 拜拜